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到5公尺高 市长谢国梁上午前往赌南抽水站 视察抽水机具整备的情形 提醒民众要严防渐线性大雨 低蛙的民众要特别注意 马蛙台风逼近 几乎海岸出现了长浪及大浪 船只纷纷回港避风 形成难得的塞港景象 外面都大家都怕 所以提早进来 大五轮沙滩已经封闭 冷冷清清 只剩下环保局清潔队员 忙着捡垃圾 而另一头海信泳池 仍有泳客前来陈泳 外面不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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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一早凸现了强降雨 虽然雨是只下了十分钟就停了 但间歇性的雨势威力不小 金融市长谢国良 亲自到赌南抽水站 视察防台准备工作 因为这是任内的第一个台风来行 所以 各人还觉得还是有点紧张 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抽水站 那感觉他们也有充分的准备 那不过 现在有很多的灾情 它不是来自于风 它是来自于雨 充沸的雨量 或甚至大量的雨量 可能会让地基产生变化 然后可能会让土石流 会松脱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可能雨 带来的灾害 其实不小于风 这是我们这几年所看到 那我们要 一切都要小心检测 不过就是如果 市区的水位有高了 这个我们的排虹 我们的这个抽水这方面 我相信 在专业的机械 一定能够扮演出一定的角色 但山区的雨量 会不会造成灾害 所以这一点 我们要特别注意 赌南抽水站 目前是有四部的抽水机 只要水量到达一定的水位 抽水机就会启动 我们全基隆河在基隆市内 总共有16厨的抽水站 那今天来的这个部分 是湖南抽水站 那这边是有四台的抽水机局 那最快的时候 我们可以表示 20分的抽水的一个能量 直到有台风可能会吸台的时候 我们大概所有的抽水站 所有的防御前的准备的工作 都已经完成 那包含基隆河周边的一些 货柜厂的一些通知联系 请他们把相关的货柜 要固定的这件事情 我们大概全部都已经完成了 市议员张耿辉 上午陪同市长谢国良 视察赌南抽水站整备情形 会议市府要做好防台因应措施 我想我们赌南抽水站 这些属于比较低派的 当初就因为长期 只要好大雨就会淹水 所以当初也建议 地方上都建议在这边弄个抽水站 那经过这几年的话 我想虽然说没有说淹水的大现象 也减少很多的 但是我们不能钓鱼清晰 在整个台湾在外围的话 我们是怕说豪大雨的话 影响到整个淹水的问题 当然淹水问题最重要就是抽水 抽水站的一个运作的 是不是整个没有出现到什么状况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要求 那个市政府来这个抽水站 在详细的检查 以让我们市民比较安心一点 受到马蛙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北部地区的雨势会越来越明显 提醒低蛙地区的民众 要做好准备 不可以钓引轻心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市政府109年发函台电 原则同意开发4接 市长谢国良昨天召开记者会说明 协核发电厂更新改建计划 3.0版东移方案 填海造地的范围 与过去受理台电申请2.0版的方案 已经完全不同 市政府废止同意公文 要求台电重提申请 今天下午本府的产发处 也将发函给台电公司 依据行政程序法相关的规定 我们将废止之前 基隆市政府原则同意2.0方案的公文 针对台电的新方案 也就是3.0要求被其申请资料 重提申请 再跟大家报告一次 我们在109年在台电的协核电厂 俗称的2.0方案 有一个原则同意这样子的公文 本府今审查了各项实际的情况 决定废止109年当年台电所申请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核准 并要求台电针对新的3.0的方案 准备资料重新申请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行政处分 撤销的一个依据的理由 跟文字的说明 可以看到台电公司 于111年所提的协核电厂 改建方案3.0的东移的方案 填海照路范围 与本府109年受理贵公司的 这个申请的2.0方案 已经完全不同 故行政程序法 依照法规或事实后发生变更 依123条第4项规定废止 本府曾在109年9月24号的一个公文 同意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否则将对基隆市的环境保育 市民安全港物营运等重大公益 将产生危害 又东移方案 仍属本府所管辖 水产动植物繁育繁殖保育区 也就是一级海岸保护区 所以仍请台电 应以新的东移方案相关的设施 以及新的填海照路范围被其申请资料后 依规定 宋本府申办保育区相关审查事项 谢国良指出 检视台电提出的世界方案 台电提出的3.0填海照地范围 与109年市府受理2.0版本 已经完全不同 依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 废止之前市政府原则同意2.0方案公文 要求台电针对新方案 被其申请资料之后 重新提出申请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另外针对市长谢国良提出基隆升格为直辖市的想法 并要拜会内政部长林又昌来请议 民进党立委提名人张炳钧 在市长市政总职询时表示 支持基隆升格为直辖市的想法 针对基隆市长谢国良提出基隆市升格为直辖市的想法 并且想要拜会前市长 也是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请议 基隆市议员也是民进党立委提名人张炳钧 在市长市政总职询时表示 支持基隆升格为直辖市的想法 但现在我觉得是最佳的时机 首先我们的内政部长 就是我们前林又昌市长 他也是非常非常赞成基隆市升格为直辖市市长 第二个坦白说 现在不论是基隆市台北市甚至新北市 都是我们国民党先市首长执政 那我们的新北市的市长 现在应该也无心于市政上面了 因为他要开始去拼总统了 那我相信谢国良市长 你跟蒋万安市长是好哥们 那这部分我希望就是说市长这边 我们要去拜会林又昌部长之前 是不是有具体的方案 比如说之前部长提出的这两个方案 您个人是比较支持哪一个 或者是说我们基隆市 还有第三个方案 可以提出来 因为市长我知道你常常在诉诸媒体上 有跟市民朋友报告 我们比如说之前电动车方案 或者其他方案你会透过媒体或是 那在这个部分 关系到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尤其是我们刚刚讨论到很多的议题 都是因为讨论到补助的经费不足 那这一部分我觉得 这关系到我们基隆市 未来50年甚至100年的都市计划 这部分我想要就教市长您的想法 当然未来如果我有机会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一定也会来全力协助我们谢国良市长 来让我们基隆市升格为直辖车市 市长谢国良也表示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机会可以约到内政部长林又昌 向他请议 或许借由张炳君议员牵线 带着他去见部长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以我的理解目前的法规 只要双方邻近的政府愿意 双方两边的议会愿意 而且基本上这个政策 行政院及内政部也是乐见 其实因为国土规划是在林又昌部长的 这个业务范围内 所以我觉得修法是一个途径 但是也不一定靠我的理解 看看您看正不正确 就是说只要行政单位跟立法机关 大家一致认同 不论是中央或地方 也不见得一定就是说要中央要再去再度修法 才可以促成合并 那您说这个林市长的北海市也是一个方案 那台北并汐子并基隆也是一个方案 那我过去曾经在我自己的书里面也有提到北北基也是一个方案 甚至也有人提到说最快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周遭 包围我们的这个新北市长跟基隆市合并 也是一个方案 总之我们可以理解就是 牵扯的区域范围变得越大 可能难度会越高 牵扯到整并的县市越多 可能难度也会越高 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要跟这个内政部的林部长来请一 那真的非常抱歉 我还没办法跟他约上这个时间 说不定秉庆议员如果肯带着我的话 我觉得可能比较有这个机会 效果时间也会快一点 市议员张秉均表示 只要有适当的时机 他都愿意尽力来协助市长谢国良和部长林又昌见面 因为包括基隆捷运的推动 以及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都会跟基隆市未来是否升格或是合并 息息相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另外市议员蔡旺连在市长市政总咨询时 为毛小孩发声 因为在汽毒马林的宠物银行 出现了许多瑕疵的问题 迟迟无法正常使用 希望市府能够花一些心力跟资金来改善 基隆市议会前议长也是现任市议员蔡旺连 在市长市政总咨询时 为毛小孩发声 因为位在汽毒马林的宠物银行 出现许多瑕疵问题 迟迟无法正常使用 蔡旺连表示前任市长林又昌 有留下好的政策 让现任市长谢国良沾龙光 跟不好的政策 让现任市长谢国良擦屁股 而宠物银行就是不好的那一个 希望市政府能够多花一些心力跟资金 改善宠物银行到圆满达到60分以上 我们的宠物银行就真的很不好 宠物银行真的很不好 所以可能我们惨发处真的要去费心一下 冬天我们这边东北季风很冷了 我跟各位报告 我女儿在宠物银行当志工 然后被咬的这个手啊 被咬的一大乌鱼 我说你怎么一趟路都要去宠物银行那些狗 你不怕 她说要做志工我就不要怕被狗咬 哪一个志工没有被狗咬到的 去打打针啊 赶快去打针啊 现在跟我们处长您报告一下 现在宠物银行剩三个志工而已 人员不够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也罢 在施工当中也罢 现在几乎容纳不下很多这些流浪狗 或流浪猫容纳不下去 在这边没有办法抑郁去举例啦 反正她真的是非常不合格的 我们要来去收 插这个屁股 是非常有她的困难度的 在这里跟市长报告 这个真的还需要花一些心力跟资金 去把它做一个圆满 让它达到六十分以上 现在真的整个地方藤不住空间 然后它的危险性都有 我有听过我们坐在上头的副议长曾经他也在提到宠物银行的事 就是里面有时候会刮刮刮到整缸 流血这样子 然后要洗澡 没得没有水 要抓到外面来洗 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是 类似我们新竹的棒球场 有一点类似 只是我们的规模很小 蔡旺莲表示 目前宠物银行不只收容空间不够 现有的部分设施规划 也容易导致毛小孩被割伤受伤 要洗澡也只能带到外面冲水洗澡 情况很类似新竹棒球场 只是规模没有棒球场那么大而已 有民众向市议员郑文庭反映 博爱停车场出口的行车动线有更改 但标示不太清楚 另外也有民众反映 市区的人行道有高低落差的问题 市议员郑文庭特别办理会堪 邀请市府相关单位一起来解决 车辆从博爱停车场出来 原本是右转行驶 但因为配合仁爱桥施工 停车场出来的车辆 现在一路要改为左转行驶 市议员郑文庭说 日前有民众因为标志不清楚 而右转被取缔 因此他特别到现场会堪了解 相关的指示标志是否清楚 街道民众的成型主要是说 因为当初一开始变换行车方向的时候 它的标示不够清楚 所以有些民众还是原本的这个驾驶习惯 出了这个出口马上就会右转 因此会造成交通上的一个危险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一分局 以及我们交通署 他们已经在这个会堪前 赶快把这一个号置 以及相关的一个安全措施 都把它做出来 让我们的车辆出了出口以后 就可以往左边来行驶 那另外也要特别呼吁民众 因为有些民众贪图方便 会在这个短短的80公尺的地方 看到没有车 他就会偷偷的右转 那节省这个他的行车的一个时间 那事实上这样算是一种危险的一个驾驶 我们也呼吁民众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顺着这个行车的方向来行驶 市议员郑文庭也提醒驾驶人 施工改道期间要遵守行车方向 确保行车安全 另外市议员郑文庭也和里长 亲自到画面中的爱三路和南荣路口 会看人行道高低落差的问题 也和相关单位设法研议解决 这个地方民众陈勤 主要是这边有一个高低的一个落差 那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一边 弄成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斜坡 让民众不会有这个高低落差 产生跌倒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是希望说交通处 如果说全部把它改成平缓的坡道的话 那这样子可能工程上会花费比较多 那可能需要交通处来帮忙 画一个人行道的一个标线 那做一个区隔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说 因为颜色一样 那在行走的时候 一时疏忽就会跌倒 我曾经看过边看手机边走的就跌倒了 市政府愿意执行的话 当然我们离邦是会赞成的 会配合的 针对民众所反映的事项 市议员郑文庭相当重视 透过会刊一一改善解决 希望维护民众行的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想知道西庸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暖暖从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产品 是大金 过去也是台湾首要的外销品 基隆市传统文艺农业协会 特别规划了文化创意活动 并邀请市长谢国良亲自来体验 这种方式是古代鲜民在做的方式 那我们这边因为产量很大 所以才有三年一方 那圆的就是浸泡 再浸泡 浸泡三天以后 然后把五十月捞起来 然后加石灰来用打烂 用来冲击 让这个摄氏来跟石灰充分的结合 以石灰的重量把它拉下层 达到沉淀的目的 这边打烂对不对 不会拉蓝 要打到水 空间的滑水 好 好 厉害喔 真的厉害喔 暖暖的大金蓝染曾经是世界非常重要的农作物 它是做蓝染最后可以做成蓝钉 然后呢台湾过去曾经在50年到1880年之间 光是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蓝染所占的产值 就是当时的全台湾第一名 而且连续很多年 基隆市长谢果良 特别到了暖暖的大金农场 参与传统蓝染的大蓝体验 感受百年前暖暖鲜明 在这边辛苦的工作样态 市长也期待这样的一个 充满在地传统文化的活动 相当符合目前世界低碳旅游的趋势 能够再度打响暖暖的名号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暖暖大金休闲协会 跟他们一起来这个打蓝 把这个过去传统古代的这种 纺织染枕的产业 我们自己亲身经历 我觉得是非常棒 因为现在大家都讲求永续 然后大家越来越环保 所以我们用这种复古的方式 来制作出这种染料 我觉得也相当有意义 那我们如何把它这种 宣导成让外县市 都可以来这边来体验大自然 跟体验这种古代在做染枕的方式 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观光特色 我们应该要结合我们在地推广的协会 好好地把它变成一种观光产业的内容 其实就是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到 一百多年前的台湾 我们的农业是如何被加值 而且我们的农业是如何的兴盛 而且甚至可以成为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的第一名 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在台湾的主体意识认同上 而且也在在地文化的认识跟认同上 其实都会带来非常非常重要的认识 暖暖大金农场也是淡蓝百年古道 北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基隆社区大学未来也会配合更多的推广 让暖暖在地产业能够结合更多力量 来创造在地的商机 所以我们在大金的教育推展上面 社区大学在这个部分的课程 还有一些所谓的体验活动 我们就结合大金农场 我们希望说让整个暖暖蓝这一块 未来能够跟三峡蓝并驾齐驱 因为我们的整个天候环境 更适合大金的生长 那我们看到三峡它可能有包括中心 旅客服务中心 然后产品的一些工坊 我觉得我们除了在大金作为基地 或许未来接下来在整个蓝蓝街上 甚至包括我们在黄纳石文化馆 也可以作为整个延展出去的 整个蓝蓝产业的一个推展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待后续大家的一个攜手 让整个过去曾经在台湾的外销上面 占最重要的一个蓝定 蓝蓝能够成为我们暖暖区 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地产业在地文化 暖暖大金蓝染上 记者黄瑞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成立三年的八斗高中 原住民实验教育班 办理原住民族实验教育文化周活动 展现了学生沉浸足语 原生建筑 织布工艺 传统文化烹饪 与遗地教育等课程的收获与成果 优扬的歌声引领民众进入文化中 这原生建筑都是孩子们合力盖出来的 屋舍的中央都挖设了地下烤盆 一来驱文 二来厨师 三来还可以烤肉 将祖先的智慧传承 还有织布工艺与传统文化烹饪 那因为我们学校的课程都一直有织布课 然后有摄影课 然后还有建筑课 那也是因为我们建筑课的案件都盖完了 比如说我们的厨房 厨房的建筑 然后还有打乱的建筑 还有我们的表演平台的建筑 因为都盖完了 所以我们全校一起来办这个Buglang 也谢谢这些祈老们一起跟着我们 完成这样的事情 我很感谢学校这个活动 让我认识我的文化 这个是很隆重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会下去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传承文化的机会 我可以在我们学校学习我自己的文化 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还可以好好地学足语 这样子以后回去乡下 就可以跟长老们好好地聊天 也欢迎我们基隆市的各国中小的老师们 一起来参观这个园区 因为这个园区真的是 我们同园民专班的学生的一个成果表现 而且也是充分展现出我们园民的一个精神 在八岛高中实验班及原教中心的合作下 开创出一家一大于二的成果 不只是照顾到本市原民学生的成长 也让非原民学生能了解到原住民族文化的内涵 达到全民原教的精神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基隆东兴国小民俗体育班厨艺已久 但是民俗体育不荒废 成为校本课程 全校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通通都要会跳绳从速度循序渐进的花式 今年跳出了冠军 超厉害这速度夺得市长杯 民俗体育个人组冠军 一样得享的学长姐一起站上台 跟大家分享跳绳的喜悦 跳绳都是开心的 我平常都练一个小时的跳绳 如果每次遇到放弃的时候 就想自己拿到奖章那时候的开心 就想要继续跳了 遇到挫折不要害怕困难 要勇敢向目标前进 班班都有跳绳 班班都会跳绳 每个年级大集合 以上会有展现跳绳的乐趣 我运动我跳绳都很开心 可以让我更健康 可以让我长高 跳绳最大的收获就是 自己能够长高长壮 然后就是充实自己的生活 不只提升了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 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精神 东信以往著名全市的 就是我们的民俗体育班 但是后来虽然民俗体育班猜测之后 但是我们依然把跳绳 设为我们学校的校本特色课程 我们每一个东信的小一新生 到六年级毕业 我们都要必须学会 一跳一回旋 二跳一回旋 后跳一回旋 交叉跳跑步跳 到一跳二回旋 甚至到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们必须还要学会 大神的十人集体团体跳 要跳过了 我们才能毕业 聪明学习 其实是要靠运动 透过我们每一个老师的细心指导 我们都希望我们东信的小孩子 每一个都能够快乐学习 健康成长 孩子们以自信和毅力跳跃着 毕业典礼的考验就是跳大神 欢迎校友们回娘家 感受跳神的魅力 与学弟妹们的坚持与热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 走回来